各位安语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几个主题,第一个 川普被刑事起诉,下周出庭,第二个俄罗斯战败为什么是必然 第三个是 一纲组织人民币汇率保卫战的机率更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6月9号直播一的药文简报,第一个 纽约时报报导说,美国前总统川普6月8号被联邦检察官刑事起诉 川普将于6月13号下午3点出庭,接受迈阿密联邦法院的传讯 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联邦政府起诉的卸任总统 川普面临7项刑事罪名 包括故意留 故意保留国防文件,阴谋妨碍司法公正 隐瞒文件,不诚实的隐藏记录 在联邦调查当中隐瞒文件 图谋隐瞒和做虚假陈述,这7项罪名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任何一项定罪,川普都会马上关进监狱 那么从这7项刑事罪 加起来 最高刑期会超过100年 川普在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时,一直谴责希拉里 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不是安全的政府服务器 川普曾经说过,我会执行所有保护机密信息的法律 希拉里对敏感信息漫不经心,意味着他没有资格当总统,应该把他关起来 然而川普实际上并不在意信息安全 也不遵守保存政府文件的规则 川普在白宫土圆星办公室向俄罗斯官员透露了高度机密 他把敏感的伊朗卫星图片 发到网上,他不在乎俄罗斯和中国 情报机构正在监听,依旧使用没有加密的手机 他把刚看完的政府文件撕碎扔在地上 他的助手要跟在他后面剪那些碎片 川普在2021年 1月份把一卡车的文件从白宫搬到海湖庄园 国家大案馆要求川普归还遭到拒绝 联邦调查局去年5月份从海湖庄园取回了15个箱子的文件 其中包括25份绝密文件 67份机密文件,92份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去年8月又在海湖庄园发现了更多的机密文件 按照规定,这些文件在川普卸任后 必须交还给美国国家档案馆 几个星期以来美国特别检察官 史密斯都在调查川普 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案件 那么现在川普被提起席次诉讼 史密斯还在调查川普企图推翻 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 并且导致2021年1月国会骚乱案 第2 法国议会调查委员会6月8号 发布报告指责俄罗斯跟中国干涉法国内政 在听证会上,法国情报负责人安米说 自从2014年以来,中国情报部门通过社交媒体,特别是领英 进行了大规模的间谍活动 中国的间谍 中国的间谍连续过法国 在领英上联系法国人达到17000多名 连续对象包括政府雇员、科学家和企业高管 中国特工在领英上伪装成为招聘公司 那么跟很多用户接触,主动邀请招募对象 做有偿的演讲,进行有偿的咨询 或者提出为他们研究 提供帮助 这比去年法国招募一个间谍简单得多 2017年一名中国特工冒充智库工作人员 在领英上联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马洛里 2019年马洛里被裁定 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有期徒刑20年 除了在领英上招募法国人 法国议会的报告指出 中国越来越多的使用攻击性的措施和恶意操作 中国对法国学术界和实验室的渗透,已经成为法国政府必须关注的重点 第3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6月8号全票通过终结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法案 法要求美国国务卿采取措施,改变中国在国际组织 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以防止中国再次利用这个地位 在国际组织或者条约中获得特权 中院在3月份已经通过了类似法案 法案稍后会提交给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如果参议院全体表决通过 他就会提交给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智库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李恒青表示 中国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几十年的国际福利 经济援助和优惠政策 中国的做法剥夺了真正需要国家的资源 第4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德国商会最近发布调查结果显示 45%的德国企业表示未来两年不会在中国做进一步的投资 20%的德国企业已经搁置了在中国发展业务的计划 并且计划投资 把投资分散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16%的企业正在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准备 不排除撤出中国 调查认为中国经济复苏乏力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使得德国企业不看好中国市场的前景 中国的德国商会曾经在去年发布报告说 德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商业信心 跌到了历史新低 第5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中国网新办6月7号发布近距离自组网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计划严格监管 苹果的AirDraw 和类似的文件共享APP 在白纸革命期间 中国的民众利用苹果AirDraw 向附近的人传播反抗信息 导致中共把AirDraw视为抗议工具 AirDraw这一类功能可以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 向附近的设备发送文件、图片和数据 新的规定要求使用这些文件共享应用的时候 需要向运营商注册身份信息 叫实名制 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要求营运商提供用户的资料 科技让人更快捷的进行沟通 中共害怕人们进行沟通 它采取所有的办法,我们昨天讲了 中国电信阻止老百姓接收境外的电话 网信办又开始让大家不能够实时的进行 资料共享 共产党就是一个这样的组织 它害怕人们获得更多的信息 第六,韩联社报道说 韩国外交部发布消息说 韩国外交部副部长张虎正6月9号 召见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 对邢海明不合理的挑衅言论 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邢海明6月8号和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党魁李在明会面时说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 希望韩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 能够摆脱外部因素的干扰 美国正在竭力打压中国,有的人赌美国赢,有的人赌中国输 这显然是误判,没有看清历史大事 张虎正警告说 邢海明的言论是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干涉 违反了维也纳公约 韩国在外交上 逐渐向日本 美国靠拢 中韩关系日益恶化,中韩两国过去几个月 就发生多起外交的争议 第七 日本政府6月9号批准了新的 开发合作大纲 对援助外国的政策进行重大修订 优先关注海洋和经济安全 对友好国家提供财政资源,加强他们的防御力量 应对中国的挑衅行为 开发合作大纲一般10年修订一次 上一次修订在2015年,这次提早两年进行修订 凸显了对中国挑战的担忧 日本去年 12月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为印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日本制造的非杀伤性设备 比如雷达天线、小型巡逻艇 或者改善港口等基础设施 日本外务省6月份投入41美元用于非军事用途的发展援助 另外还有1520万美元帮助 理念相近的印太国家加强国家安全 第8 北京日报报道说 国家卫健委6月8号 紧急批准使用 华大华西 和成都威斯克生物研发的 武汉肺炎疫苗 这款疫苗声称是全球第1种 针对XXB变异株的三届疫苗 参与研究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说 这款疫苗不仅针对XXB变异株 XXB变异株 还同时针对BA5和Delta变异株 临床实验数据显示 这三款疫苗接种后14天的保护效率接近95% 你就听一下,不一定是真的 预计疫苗在一到两个月内会提供给中国的 中国的用户使用 现在公开的消息比较有限,尤其是没有公开疫苗的技术途径和副作用情况 之前有不少消息说 接种国产疫苗引发了严重的副作用,甚至有人死亡 不过现在这种打疫苗的人数非常的少 推出疫苗的效果也不明显,因为政府没有推广 第九 香港01报导说,香港教育局最近向全港 中小学发信,要求学校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三周年的时候举办活动 而且要求学生在 暑假期间 每天上网做一道国安法的选择题 这跟中国学的 什么APP学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6月30号通过港版国安法 并且加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直接在香港实施 香港教育局要求学校向学生开讲座 讲述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情况 那么 教育局还制作了国安 国家安全教育暑期自学教材 要求学生每天学习,并且完成一道选择题 系统会自动核对学生的答案 并且即时做出反馈 开始洗脑了 这个做法跟什么很像,跟强国学习APP没有区别,一模一样 那么中共洗脑模式已经非常完整的复制到了香港 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愤怒的事情 第10 路透社报导说,欧盟27国内政部长6月8号通过12小时的谈判 终于就如何分担 这个难民责任,达成初步协议 为了 制定应对方案,那么根据初步协议,欧盟允许各国自行决定 是否允许庇护申请者入境 并且确保各国可以按照程序 遣返不符合入境条件的人 不同意接受合格 合资个移民的国家,必须为欧盟接受的每个难民捐款2万欧元 自从2015年有100多万难民横跃地中海抵达欧洲之后 大部分难民为了逃离叙利亚的内战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第1个主题 一港组织人民币汇率保卫战的几率更高 国家统计局6月9号 公布了一个物价数据 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了0.2% 当月工业生产者出厂指数PPI同比下降了4.6% 环比下降0.9% 工业生产者购金价格 同比下降5.3% 环比下降1.1% 这是 201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 那么5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当中 CPI当中 食品价格加速上涨 非食品价格由升 转平 那么其中由于 猪肉价格 猪价由上个月的上涨4.0 4.0% 转为下降3.2% 那么蔬菜价格下跌1.7 服务价格上涨0.9% 那么受5亿小长价的影响 旅游出行相关价格都普遍上涨 机票啊旅游啊交通工具啊等等 但是涨幅度回落 那么工业消费品的价格向下降了1.7 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场 出产价格指数 同比环比 都下跌扩大 跌幅度扩大 国家统计局程世思首席统计师 董丽娟说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行 国内外工业品市场需求总体偏软 偏弱 而且去年的基数比较高 所以就下跌 5月份PPI下跌4.6% 那么生产资料价格下降5.9 那么生活资料价格 上个月是涨0.4,这个月是 下降0.1 那么有40个工业行业的大类当中,价格下跌的有26个 增加了三个 40个工业大类,其中26个是下跌的 那么其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冶链 还有就是石油煤炭和其他的燃料加工工业 煤炭开采等等 都跌幅度达到两位数 都扩大了 这是整个的物价水平 人民银行行长一纲6月7号赴上海调研 那么内容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一纲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说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疫情冲击后的恢复阶段 市场主体资产负债表正在修复 那么对于最近有关通缩的这个说法 一纲就出来解释 他说这两项指标环比下降主要是受两个方面因素影响 一方面的供需恢复存在时间差 供给端恢复的比较快 然后这个需求端 恢复的比较慢 所以呢这个需求端 比如说汽车啊家装啊这个大宗消费需求疲弱 供给端就恢复得很快,很快就恢复 所以双方出现了一个 出现了一个时间差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激素,去年的激素效应 那么去年国际油价曾经 逼近过140美元 那么今年已经回落到80美元 所以他带动了中国物价同比涨幅走低 那么今年这个蔬菜仙菜价格 受疫情扰动,所以反季节上涨 所以他强调说 实体经济 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 是一个循环过程 需要系统 辩证的看问题 看待分析 大家记住有个词叫 有个词很重要 这个词很关键,叫辩证 中国的官员一说辩证的时候,一用到辩证的看问题的时候 说为什么 说明他开始撒谎了 一说辩证,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 他就是辩证了,你看,白的吧 其实你辩证的看,他就是黑的 中共的官员只要一说辩证就要小心 他开始撒谎了 他表示随着消费市场,消费场景恢复 居民消费也会逐步提升,这就开始撒谎了 居民消费将会转化为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 进而会带动更多的消费 一个央行行长说这样的话 1到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8.5% 比去年全年加快了8.7个百分点 他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 政策空间充足 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有信心 要有耐心 他预计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会比较高 因为基数 主要是基数的因素 同时CPI下半年有望逐步回升 到12月份 CPI可能在1%以上 他说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 实现今年两会确定的预期增长目标 关于人民行下一步的工作,义刚说 将继续精准有力的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加强一周期调节,全力支持实体经济 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足 保持货币静带总量湿度 节奏平稳 推动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价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义刚就是一个专家型的行长 他没有太多的背景 他派系色彩非常的淡 所以这次本来换届,他是应该下 但是超期服役 超期服役的原因是因为 预期会有大风浪 所以把它留下来继续干 比较有经验 义刚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是三点 第1点 中国经济现在处于恢复阶段 市场主体也在修复它的资产负债表 这是第2 他解释了CPI、PPI 环比下跌的原因 第3 他说 可以完成今年的增长任务 老实讲 作为中央银行行长 这个专业性非常强的一个岗位 义刚的讲话水平不够 虽然我是个新闻记者 但是我看很多行长的讲话 这个讲话水平不够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人民银行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 反驳最近关于中国出现了通缩的一个说法 他的理由是什么 人民银行的那篇文章的理由是 通缩有个条件 你就是物价要下跌 你物价都不下跌 你怎么能叫它通缩了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这个说法是耍流氓 为什么 因为统计局在你手里啊 统计局把这个CPI控制在0.1%的水平 你看0.1%就知道肯定是负数嘛 但是你又不给它负数用0.1%来搪塞 人民银行你拿这个来说事 就是不打算和大家 认真的讨论经济状况的情况呗 统计局一直在控制两个数据 其他数据他很多是放的 这两个数据 一直在控制 一个是CPI CPI不出负数 这是第1个数据 因为大家都认为中国在通缩 第2个是消费保持增长 这两个数据 统计局一直在 非常有力的控制着 但是 进口下跌其实把消费增长给捅露馅 进口持续下跌 你消费如果是保值增长的话进口不会下跌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经济循环是个整体 这个易纲也说 其实很多数据可以反证 今天易纲就没有说物价必须是正负数才会有通缩 他解释他说物价环比下跌 是这个需求的供需的时间差 还有基数的原因 其实呢 大家讨论通缩呢 并不完全是讲物价问题 其实讲的是经济状况 大家是通过 通缩来分析这个经济状况 通缩是什么 通缩是个结果 物价下跌是个结果 那么他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市场需求极度疲弱 那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大水漫灌 人民银行在大水漫灌的这样的条件下 物价不仅没有涨 需求也没有涨 而且只有储蓄上涨 那么为什么要计较这件事情因为 需求疲弱 导致什么导致易纲他自己的货币政策失效 所以才会有大家认定现在在通缩的一个这样的看法 所以通缩其实是当前经济状况 处于严重虚弱状态的一个描述 所以易纲的这些话解释的这些话 他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 问题的重点是什么 问题的重点经济到底怎样 他只是在表态人民银行要服务实体经济 我们可以完成今年的经济增长任务 这就是易纲还能在这个位置上混下去的原因 当然 我们不知道易纲在话筒后面做了些什么 他也不会告诉我们 但是我认为 今天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物价数据 他反映中国经济的状况 有几点 第1个 中国的物价在下跌 这就是通缩的状态 通缩这件事情对经济打击很大 大家知道物价在下跌 物价持续 只要物价是最后 物价是终端 只要终端的价格在下跌 整个供应链整个经济链条 全部都不挣钱 理解吗 只要你这个物价是下跌的 整个供应链都不挣钱 供应链不挣钱大家就没饭吃 供应链挣钱 大家才有饭吃 所以呢 通缩对经济打击是非常大的 这是第1条 我认为中国正在通缩 这是第1条 第2条 PPI PPI就出厂价 出厂价下跌 对企业的杀伤力很大 你想一下 企业出厂价什么情况下下跌 就是没有购买力的情况下下跌 那出厂价一下跌那这个工厂要么就是没有钱挣 要么就是亏损 那么出厂价下跌是什么 出厂价下跌 是消费不足 传导到工厂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可以看 其实通过这两件事情你可以看到 一缸的大水万贯的货币政策没有效果 原因是什么 原一缸自己讲得很明白 资产负债表衰退 这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表现 就是中国经济现在 处于一个稀烂的状态 习近平说要有信心 一缸也说要有信心 怎么说信心都没用 为什么 你之前那些任性 你之前那些捉把经济搞成这个样子 你现在说信心有什么用 关于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目标是5%左右 一缸说没有问题 我们能够实现 谁相信 我觉得没有人相信 我相信一缸他自己都不信 华尔街现在都不相信 只有谁相信 世界银行相信 世界银行相信 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指标叫指向指数 指向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指向的消费量 为什么指向消费量 是一个经济指标 因为你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在流通的过程当中都要用指向 你做好一个产品 你要用指向来包起来 包装 运输都要用指向 所以 指向指数是个先行指数 或者先导性的指标 它反映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景气状况 那么中国造纸协会公布一份报告 讲去年 去年中国的纸消费量 是1.24亿吨 同比下降了1.9% 4年以来第1次 说明什么 说明整个的生产环节在萎缩 没有增长 不是增长放缓 是萎缩 萎缩就是下跌 所以呢 你从这个数据你就知道 今年中国经济就是收缩为主 不是增长放缓 是收缩 它有几个指标 第1个 书籍的印刷纸张 消费量下跌到了1678万吨 下跌6.7% 三年来第1次下跌 一跌就跌了6.4% 这是第1个 第2个 彩色印刷 的印刷纸 消费量下跌到500万吨 那么下跌14.2% 这个彩色印刷 第3 卫生纸 等生活用纸 1059万吨 增长1.2% 很坚挺 用卫生用纸 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数据很可靠 对吗 那用于制作蛋糕的 蛋糕盒的这个白纸板 下降到跌到了1379万吨 同比下跌了3.4% 说明什么 说明蛋糕的消费量下降 用于制作瓦楞纸的 外包装纸 纸箱板 下降到了3159万吨 同比下降了1.2% 说明什么 说明经济活动在减少 企业包装需求用纸在减少 那么谁是做瓦楞纸的老大 九龙纸业 去年下半年营收下降10% 公司财报说为了处理库存采取了停产 和降价的措施 日本造纸 日本造纸业内人士说 中国的统计数据没有把流通库存放进去 所以中国的实际的情况 是更糟糕的 这些数据反映什么 反映出中国经济去年完全没有增长 连轻微的增长都没有 那么至于一纲说 说他们这个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我提供几个数据来说明中国的这个金融到底怎么回事 去年2022年 中国的银行 所有的商业银行利润加在一起多少钱 23000亿 增长5.4% 去年 中国经济那么烂 中国的商业银行 赚了23000亿 增长5.4% 6大国有银行挣了多少钱 13500亿 就是说 所有银行挣了23000亿 6家国有银行就挣了13000亿 那么其实那么多银行只挣了1万亿 这6家挣了13000亿 6大国有银行挣了多少钱 5.97% 我们来看看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是多少 规模以上 规模以下就不统计了 统计是以规模为 为前提 那么国有控股挣了2.38万亿 这整个银行系统跟国有控股 挣的钱一样多 增长3% 外资企业2万亿 下降9.5% 跌了将近10%了 私营企业2.66万亿 下降7.2% 去年中国经济不用讲,所有人都知道 中国经济非常的差 但是国有企业利润增长,为什么?因为垄断 他只要加价就行 然后银行利润增长 是因为服务好吗?当然还是因为垄断 最垄断的是谁?最垄断是六大 所以整个银行系统 挣了23000亿 这个六大 挣了13000亿 那么多银行分1万亿 这就是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相 这叫什么 这叫敲股吸髓 银行是服务行业 实体经济挣钱,他才能够挣钱 那么实体经济利润在下降 他还在挣钱 他利润还在上升,说明什么? 说明他在利用他的垄断地位 获利 但是对于易纲来说,人民币汇率 才是他的心腹之患 人民币汇率6月7号跌到了8年来的新低 1美元兑7.135 那么人民币 是8年来的新低,那么6月9号今天继续跌 那么人民币香港的液案价 7.1429 下跌了260个基点 在案价7.1310 跌了三个基点 人民币中间价7.1115 那么人民币有三个贬值压力 第1个 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稀差倒挂 这件事情是中长期的贬值压力 也是人民币 核心的贬值压力 所以这件事情没那么一下子搞不定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调整过来 这是第1个,这是根本性的 第2个,中国出口开始下降 这是第2个,第3个 商业银行 中国的商业银行在降低存款利率 这是第3个,第4个 资金外逃 有冠冕堂皇的外资离开 也有地下钱庄的资金外逃 这是第4个,第5个 各种套利机构的狙击 各种套利机构正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结论是 人民币贬值 将是今年下半年的主基调,没有之一 今年下半年 人民币贬值是今年下半年的主基调 没有之一 那么人民银行在年底之前打一场人民币汇率保卫战 这个几率是越来越高 几率越来越高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沈连涛 6月8号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说 美元的地位短期难以撼动 美元优势其他货币无可匹敌 沈连涛今年76岁,他是马来西亚华侨 他06年起担任这个中国银监会的首席顾问 他在93年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副总裁 05年出任香港证监会的主席 所以他在香港 是有很多公职的 沈连涛说美元的优势包括 美元提供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美元的流动性 任何货币无可媲美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综合国力强大 美元的风险最低 还有一个就是全球的支付系统 都追随美国的支付系统 所以他美元的优势无可比低 不过呢 他指出 美元武器化的倾向损害了美元的信心 过去20年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当中的占比 从原来的70%下降到58.6% 58.4% 美联涛强调说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加快 但是去美元化的另外一面 并不是人民币取代美元 而是全球储备货币更为更加多元化 沈联涛指出 随着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持续增长 使用数字货币正在成为趋势 沈联涛还专门提到香港金融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泰国中央银行 阿联酋中央银行 发起了一个 这个叫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这个项目 值得关注 这个项目进行了 跨境 真实结算160笔 交易总值2200万美元 那么基本上 沈联涛说了一些常识 那么这些常识呢我就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特别是墙内的墙内的网友 我就不多说了,关于这个议题我们不多说了,我们讲了很多遍 我们讲第2个议题 俄罗斯战败为什么是必然 乌克兰战争最新消息,乌克兰军队6月9号突破了俄罗斯军队 在扎伯罗热的防线,前进到了叫托克马克镇 那么俄罗斯的军事博主发布的照片显示 乌克兰军队驾驶着德国的鲍斯坦克 和美国的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向托克马克镇进发 托克马克镇是前往奥利西夫的重要通道 而奥利西夫是俄军的补给和交通枢纽 乌克兰军队的行动表明他们正在向亚索海的方向推进,亚索海在南边 就是黑海 在巴赫木特 乌克兰军队向北向西向南展开了全面的攻击 彭博社报道说,乌克兰军队计划把俄罗斯占领的南部 和东部分割开 切断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半岛的通道 俄罗斯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 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重要据点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巴瑞表示 乌克兰军队目前正在前线展开攻击 可能会在几个星期内对不同的地点展开不同规模的 不同强度的攻势,目的是把 俄军困在当地 并且找出各个防线的弱点 重点攻击的目标就是扎布罗热 扎布罗热州和顿涅茨克州,尤其是马里乌波尔 和扎布罗热核电站 另外 乌克兰空军6月9号击落了俄罗斯军队 4枚巡航导弹10架自杀式无人机 和4架侦察无人机 俄罗斯军队6月8号俘获了两架 两辆完整的俄罗斯的T-72主战坦克 不过有分析认为在大反攻的初期 乌克兰军队可能会承受比较大的伤亡 特别在扎布罗热前线 扎布罗热地势平坦 那么没什么遮掩 俄军连续几个月在那里建立了三道防线 那么我们在推特上也可以看到 有一辆乌克兰的鲍尔坦克被俄军击毁 直接用 也应该是单兵武器击毁 目前乌克兰方面正在控制战场信息外泄 所以我们很难掌握最新的战场的情况 这是最新的消息 我们简单的复盘一下这场乌克兰战争 这场乌克兰战争 里面有一系列的俄罗斯的误判 先从去年2月开始 去年2月份 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 当然他没有把国际社会的压力当回事 他甚至把这场战争定义为特别军事行动 在普京眼里 我干就完了 大不了你制裁我 乌克兰就一小国 甚至不能称为国家 所以只要俄罗斯 做好了应对西方制裁的准备 这场仗就赢定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整个西方世界 空前团结 一致制裁俄罗斯 这是俄罗斯的第1个误判 好 去年4月 布查政的惨案曝光 布查政大屠杀的惨案曝光 在俄罗斯看来 十几个平民算什么 结果 布查政的惨案 导致俄罗斯的道德破产 这个道德破产的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情支持乌克兰 结果俄罗斯陷入孤立 这是俄罗斯的第2个误判 到了去年10月份 俄罗斯开始大规模的袭击乌克兰的平民设施 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平民设施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给 乌克兰的平民过冬 制造麻烦 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制造恐怖气氛 在俄罗斯看来这是战争的一部分 但结果正好相反 西方世界全面提升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先是防控系统 到后来是主战坦克 到现在是F16战机 乌克兰逐渐获得了所有想要的 所有的重型武器全部得到 这是俄罗斯的第3个误判 6月6号 俄罗斯为了迟滞 乌克兰的反攻 炸毁了辛卡霍夫卡的电站大坝 洪水不仅造成了环境生态的灾难 还造成了大规模的人道灾难 结果是什么 结果西方国家再也不反对 包括美国 再不反对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你看一下 这是俄罗斯的第4个误判 俄罗斯其实一步一步通过这些误判 不断的让西方国家突破对乌克兰援助的底线 乌克兰就变得越来越强大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我们已经有普世的价值 普世的价值包括 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要保障平民的权利 要保持地缘政治秩序 在俄罗斯 普世价值不存在 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罗斯的普罗大众 为了实现地缘政治的目标 可以践踏人类文明 和普世价值观 所以他们一开始 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 当然他在实力上根本不足够 实力上又不足够 道义上又没有正当性 同时 非常愚蠢的令他的对手团结一致 所以 俄罗斯 连续发生战略误判 这是他发生战略误判的原因 这也是俄罗斯 必然失败的 根本原因 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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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老师喝咖啡 谢谢 谢谢 提问,目前大二 准备去日本读研 听到很多消息说 日本经济起来了,前进非常好 请问是这样吗 日本起来了 日本也没有趴下去啊 这又是一个 这又是个趋利避害的例子 我觉得你要去那个地方考研,读大学,读研究生 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喜欢那个地方 你不喜欢那个地方,跑那去读书呢,你会很难过的 第一,你要喜欢那个地方,第二 你去那个地方读的研究那个专业是你想要的 研究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研究生最重要的是你研究的那个课题 和那个专业 你这个都不考虑,只考虑日本经济起来了 这个方向有点不大对 好吗 情绪,我今天看到三年的文章 我花了几十年终于摆脱高考的噩梦 我近乎原来不是我一个,可惜我45了 还没有摆脱做考试的噩梦 前几个星期还做了几回考试的梦 醒来非常不舒服 我念书考试不行 但小时候要强 逼自己读书 高中过得很辛苦 到了英国发现很多人不上大学也过得不错 学校和父母一般不给小孩压力 英国小孩这方面真的幸福 情况,小朋友去 港澳玩 在那边办了个临时卡,给我打电话时显示境外号码 小心电信诈骗 这不奇怪 但后面还有一行字 可能是你朋友XXX 细思极恐 澳门卡实行实名制了吗?同时也说明 澳门人的个人信息被运营商同步到内地 没错 手机里面,手机有后门 已经绑定了 观点,中国在古巴建立情报搜集机构 我觉得目的是对抗 和美国抵禁中国近海侦察,你是把它合理化了 技术建立对等措施,从道理上讲是遵守同样的规则 在非美国海域,美国无法反驳,第二 从利益上讲 投入小产出大 即便被美国技术上压制,也可以恶心美国一下 第三,增加谈判筹码 如果要中国撤出古巴设施 美国要对等保证,不对中国抵禁侦察 从观察 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张牌打得有点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为什么 抵禁侦察 这个用词 这个用词是非常 非常清晰的取向 美国在抵禁侦察是有原因的 这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台海紧张 台海紧张的抵禁侦察 那我并不是合理化,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战术动作 中国跑到古巴去设立一个这样的监听站 在让双方的关系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 对中国有好处吗?对中国没有任何的好处,为什么? 从战略上讲 中国选择和美国对抗,本身就是错误的 因为 因为中国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获得经济上的所有的成就 都是因为 他在政治上选择不与西方对抗 和西方合作 你建立一个这种对抗的这种态势 你刚才讲的这一切都成立吗?也许成立 但是这成立没有意义,为什么? 因为你选择和西方对抗 你的技术来自西方 你的市场来自西方 你的贸易盈余来自西方 你的资本来自西方 你基本上是靠西方才有今天的生活 你跟对方对抗有什么好处?那是你的 米饭班主,广东话叫米饭班主 你跟自己米饭班主对抗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最后你看出口下跌就是这样的 你看今天 今天中国经济是这样的情况 原因是什么 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 看上去有点精明了 但是其实 这是非常愚蠢的 请问TikTok被封,后来有申诉找回账号吗? 有什么法律途径解决 TikTok封了大概是12个小时 就解封了 就解封了 没有申诉,我是有点申诉的按钮 他后来就解封了 观点什么是民粹? 民粹就是找一个 他者作为敌人 进行丑化和诬陷 对内部不断的洗脑 培养底层民众的仇恨情绪 古罗马的民粹就是把贵族作为敌人 纳粹就把犹太人作为敌人 中共是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敌人 渲染被迫害的悲情故事 制造各种阴谋论 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说得好 有道理 情况,坐标德国 在Top1的基因测序公司工作 我几乎每天收到来自领英的中国假账号的联系 这些假账号基本上都是用一个美女头像 非常简单的履历,但会用我的母校 我几乎是收到就举报 提问,王先生怎么评价张一和先生被禁止出境 这还用说吗 他在侵犯张一和先生的基本权利 中共侵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 包括张一和先生 观点,隐藏不住的通缩 通胀风向标就是 银行存款利率 存款利率上涨就是通胀 存款利率下降就是通缩,OK 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风向标示 利率 观点,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就像中国的水库 缺水的时候它蓄于加价 洪涝的时候它放水宝霸 挂着就是属于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羊头 干着是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的狗肉 其实不仅仅是国有银行,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干着同样的事情 他们就是中共二次收税的工具,说得好 非常对 这是对的 这个表述是对的 提问,普京炸毁大坝的行为也是严重的反人类行为 为什么国际上没有强烈谴责,怎么没有强烈谴责 你没有看到而已 情况 2022年初开始听王老师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专业和讲解 去年到英国读书,压力最大的是找工作 感受最大的是经历的封闭教育对我们的影响 想要找到工作并不容易 不管如何 还是要坚强的尝试 一定要来感谢王老师 不客气 谢谢你的支持 情况,五角大楼否认了华尔街日报有关中国计划在古巴建立电子 窃听设备的报道 说不,这是不准确的 五角大楼发言人说,他们没有信息表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 准确的 他们不知道中国和古巴正在建立一个新的间谍站 我们再看吧 不知道呢 提问,如果被边控,如何离开中国,那只能偷渡 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你被边控的话 那你就只能用偷渡的方式,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因为你被边控嘛 你海关是过不去的 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利这么干 只有中共这么干 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干,朝鲜我不知道啊 朝鲜古巴我不知道 但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不会 对自己的公民,采取这种所谓的边控的 这是非法的 包括中国法律也 没有这个权利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